一片绿水青山如何让周边的百姓脱贫致富 是怎样神奇的地方让周围上百家农家乐都达到了年收入数十万的水平 这得多大的鱼才能用得上它呀 那咱们现在就去黄老板的农家乐去吃天堂共鱼 今天的生菜有道 我们带您去赏美景品美食 体验一下优良生菜带来的生菜故事和美好的田园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菜有道 致富从这里起步 我呀不是要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 我呀要带大家去抓鱼 您一定奇怪啊 抓鱼肯定是要用鱼网或者是鱼杆嘛 但是我手里拿着个铁锤 这难道就是今天抓鱼的工具吗 是得磨到的鱼才能用得上它呀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安徽省陆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镇 记者马上要带大家去体验大锤捕鱼 黄守新 天堂寨八弯村农家乐的经营者之一 他可是一位非常擅长用铁锤捕鱼的老手 这不 黄老板已经带着记者来到了一片布满石头的河滩上 哦 就这么浅的这个河滩啊 拿这个锤到底能不能抓到鱼呢 这样 我们让黄老板给咱们示范一下 咱们看看他是如何用大锤抓到鱼的 去参考 哎 这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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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活呢 这还是活的呢 活的 看 哦,打这一片啊 要有的话就有了 原来铁锤捕鱼就是要利用铁锤击打水中的石头产生震荡 把躲在石头下的小鱼震晕 这种无意有之的捕鱼方式在当地就被称作基石震鱼 看了几次记者也觉得这个方法相当不错 当即决定尝试一把 看到我们在河里捕鱼 陆陆续续有不少人也拿着锤头走进了河滩 这些人当中步伐高手 很快大家就都有了收获 不少啊 看来刚才那两个大哥砸的鱼都给你了 好吧 那咱们现在就去黄老板的农家乐去吃天堂贡鱼 走 抓来的小鱼最大也不过十多厘米长 但它却享有天堂贡鱼的美丽 究其原因鱼肉本身的鲜美是其一 更重要的则是当地特殊的烹制方法 把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并不是直接做菜 而是要把这些鱼先进行一次特殊的加工 煎 辣椒把锅爆香 放入自家产的青红椒 翻炒一下之后 将煎到七八分熟的天堂贡鱼放入锅中 炒制的动作一定要轻 避免把小鱼炒碎 让鱼保持完整的形状 是这道美食的技巧所在 炒熟之后烹入料酒和酱油 让鱼肉中浸满咸辣鲜香的味道 这碗代表着露安天堂寨特色的农家美食 爆炒天堂贡鱼 就算大功告成了 很好吃 天堂两个字是 上面两个里一个天堂寨风景区 那里很好玩的 非常漂亮是吗 吃完饭可以上去玩玩 既然叫天堂寨 天堂二字可不是浪得虚名 茂密的原始森林 幽深的大峡谷 云雾缭绕的山峰 等等美景 构成了天堂寨独特的魅力 这儿呢 叫做九亿库 是天堂寨 一百零八道步步当中 最雄伟的一座 因为它的落差很高 达到了将近八十米 山顶的雾气和丰沛的降水 给天堂寨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 这些被山石和植被层层过滤的溪流 顺峡谷而下 美丽而且洁净 这里的地标水已经达到国家一级饮用水质的标准 不仅孕育了美味的天堂贡鱼 还有一种动物更加让人喜爱 慢慢走慢慢走 这人不好走 到天堂寨风景去来玩呢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到虾湖里走一走 因为虾湖里面啊 风景特别的雍美 而且在这儿呢 它很有可能偶遇一种真细的动物 那就是娃娃鱼 但是今天呢 我们不想偶遇 我们要主动出击去拜访 去看看哪有娃娃鱼 所以啊我就请了一帮游客 跟我一起到虾湖里走路 目标寻访娃娃鱼 慢点啊 慢点走 帮我们带路的人 是天堂寨风景区的负责人顾建华 平常常见吧 这个娃娃鱼 在我们这些人机喊着的地方 现在才能见到他 还能见到他 当然因为人多的地方 现在因为这个 这些年啊 嗯 他可以说已经走遍了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他能够带我们找到 善于隐藏的娃娃鱼吗 找到了 找到了 还真是 快看 这是它的尾巴 可是它头在哪呢 头 头头头头 你看这边 这娃娃鱼怎么就钻得这么深呢 娃娃鱼它喜欢待在石洞里 石洞里 哦石洞里是吧 对啊 要不你看到 早上给石洞的颜色都很张寂 天哪 这茫茫大别山当中 不知道有几条娃娃鱼 但是 能让我们遇到一条 这简直太不容易了 快看 我可以把它扒开吗 可以扒开 我扒开 看到了吗 哇 大的尾巴 出来了 出来了 娃娃鱼学名大尼 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 温度超过28摄氏度 或者水质达不到饮水标准 都无法好好生长 因此 在天堂寨中 常能遇见这个小朋友 就是这里环境上层的一个自然标志 不过 如果到这里游玩 你也遇到了娃娃鱼 跟他打个招呼 继续向前就好 千万不要干扰他的生活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鹿安市 天堂战风景区的白马峰峡 在峡谷旁边的白马峰上 有一处绝佳的风景 叫做白马峰战道 与大部分一字形战道不同 它并不是横在山峰的腰间 而是呈只字形 蜿蜒而向 直入云霄 站到的起点 就在白马峰的半山腰 不过 想要到达那里欣赏美景 可没有那么容易 前方有一样挑战 正在等待着急着 从峡谷的这边啊 到达对面的白马峰战道的起点 从这走过去 大概需要四十分钟的时间 但是如果我告诉您 我从这儿到达白马峰战道的起点 只需要十八秒 您相信吗 我还真不是吹牛 只不过呀 我不是走过去 也不是跑过去 我呀 我飞过去 不行 害怕是吗 你是恐慌吗 刚才眼睛是不眼睛 你敢坐吗 我再看人 我再看人 到了 没错 就是这么飞过去 单向时速是四十公里 长度两百八十米 高度一百五十米 单向用时十八秒 这简直是一项勇敢者的游戏啊 去啊 去啊 你怎么不去啊 你看吗 一小 我为什么你们看到人那么紧张呢 好大人啊 作为一个严重恐高的人 记者从未玩过滑锁 心里当然是战战兢兢 可是从对面飞回来的各位 不少都是兴高采烈 有些甚至意犹未尽 害怕吗 不怕不怕 一点也不怕 你之前坐过那个 然后我去的时候坐了一趟 然后就是第二趟 什么感觉坐在那 挺爽的 我眼里有在往那边看 欣赏那边的规定 不怕吗 不怕 又有山又有水 然后今天又有 特别像仙境一样 太值得了我觉得 在准备豁出去尝试一把之前 记者还是多了个心眼 先去找相关人士 了解了一下 这个滑锁的安全性 那这个过程 它安全吗 安全 非常安全 您凭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这个袋子 都是德国进口的 这个袋 一根袋子承受 一千一百公斤 两个袋子 承受 两千二百公斤 不是四千四百斤 两吨 两吨的承重 这应该是缓冲装机 这个呢 缓冲的 一个是功能 二面一加紧 就是沙铁作用 两面一加紧 它就有刹车的作用 第二个叫弹簧 就是缓冲 以后弹簧 可以减持它的速度 您说两个弹簧 这样一撞 它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来 您看一下 我们的身上 是非这样介绍 他现在要扛着 最大的身上机 通过滑锁 飞向灯 滚住啊 对安全性有了了解 记者终于下定决心 要开始人生第一次花索的尝试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一个做所到的害怕的人 你让我做这个 哎呀 我可以全程闭着眼 过去一开始闭一下 别别别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回来 嗯 等一会儿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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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暴行一样 等 等 别别 手不能够了 任何机会都不用够了 我这 手不能够了 不 双手盆开就可以 安全点 有了 我都过来了 我还一会儿还要过去 哎呀 我妈呀 我现在腿都是动物 那我们现在想回去的话 啊 要从上面走是吧 哦 它其实是 它是这样的 有一个是从那边高这边低 这是过来的这个 所到飞渡的这个所到 但是回去的话 啊 回去的所到在那个位置 看 上面全都是你了啊 好吧 过去 呜呜呜 回去了 行到贯途就会有很大的风 哇 风好大 看下面看下面 好漂亮啊 哦 哈 三五 我们到了 我觉得回来的过程 确实没有去的时候那么怕 去的时候 那十八秒 就是滑过去那十八秒 是我觉得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十八秒 下山之后 我们就回到了八班村 可是一走进村子 记者遭遇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我们好像找不到黄手新家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里就跟那个 阿里巴巴鱼四十大道 那个故事一样 家家户户户都长得一年一样 那新家 到底下个 每一家都是八八八八的 这家也是 这家也是 在那儿呢 太老了 你们家可真不好找 这个村子就好像迷宫一样 处处都写着八弯八大碗 你们家也这么写的 这让我怎么找 你看 你看这个十七还有个小牌子 看到没有 看我找 上面写着十七店 这就是你们的区别了 对对对 八弯八大碗 是我们这个 前村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民层 我们是 做农家洛杉 然后点了号 从一 那往上锁 锁到我这十七号 十二一号就代表一户人家 在政府和景区的指引下 八弯村把新房子盖成了统一的饰样 而之所以这样做 可是当地政府煞费苦心的一个安排 房间多 样子漂亮 统一规格 政府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开启农家乐 赚钱 能改善生活条件 我听说 你们有一种神奇的豆腐 它哪神奇 我能见识些什么 那个叫观音豆腐 颜色是绿色点 绿色的豆腐 难道它是用豌豆做的吗 不是 它不用豆子 这豆腐没有豆子 这还挺奇怪的 确实是很神奇 那您能做一点让我尝尝吗 行 我不会做 我老婆会做 就把这里是 这种叶子做给你们看 这叶子 带着满腹的疑问 记者跟黄守心和他的妻子出了门 他口中的这种观音豆腐 应该是用某种树叶制成的 那究竟是什么叶子 可以完全摆脱豆腐 而做出嫩滑可口的豆腐来呢 他说 就在那边是一片 给我看过去什么树都有 就这个 它叫什么名字 这叫观音树 观音树 观音树 这就叫观音树 这叶子就叫观音叶呗 那也叫观音叶 哎呦喂 不少了 这可不少 有一种臭臭的味道 对 做出豆腐就不错了 做出豆腐就不错了 对 太棒了 那就摘呗 观音叶采摘完毕之后 拿回家洗净 在清水中反复揉搓成绿色的树叶泥 而这种粘稠的效果 是因为腐壁树的树叶和嫩汁中 含有大量的果胶 蛋白质和纤维素 当然 制作观音豆腐只有这些树叶可不成 还有一样关键的东西 绝对不能落下 洗完了以后 就变成了一碗绿色的 非常浓稠的 有点像酱糊的东西 那接下来还要再做什么呢 这是什么 要加进去吗 这是什么东西 草木灰的水 哦 草木灰的水 为什么要加它呀 因为豆腐要加了石膏 清酱 这个观音豆腐就叫草木灰的水 哦 我明白了 就是卤水点豆腐 或者石膏点豆腐 但是要点观音豆腐 就要用草木灰 是吗 草木灰是一种碱性的东西 它放进去可以加速它的凝固 很快 刚才还是绿色的浓稠枝叶 加入草木灰后 就凝结成了一块碧绿的固体 切成小块后 颜色清脆欲滴 非常漂亮 那个之前闻到的那个清草的那个味道 淡多了 但是还是有 感觉好像挺好吃的 好了 在大姐的指导下 贾大厨的凉拌观音豆腐就出来了 我们来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跟你说 一路以来 我非常好奇 它到底是个什么味 今天调好了 我终于可以尝尝了 很好吃 很好吃 还有就是夏天吃 我觉得特别好 它有一种清炒的芳香 更重要的是 它就是原来那种臭臭的味道 完全都变掉了 和香油和葱的这个味道拌在一起 特别的开胃 大姐先到菜咱们来得好不好 来得好 来我们的主菜 自己喜欢点的一道菜 哦 看来卖的还是特别的好 因为什么 真的很好吃 外面看 是非常漂亮的灰派建筑 但是走进来 你看 就像酒店一样 这是203房间 还有房门卡 老黄 你这里边 真的是麻雀最小武当气神 就是一个酒店的 非常标准的标尖 像这样的房间 住一晚上多少钱 一晚上一百块钱 是一个房间一晚上一百 还是一张床一晚上一百 一个房间 哇 还真便宜啊 让记者决定住下的 不仅是八弯农家乐 便宜的住宿价格 更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桌 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宴席 美食对于吃货的号召力 向来都是绝对有效的 你们的宴席有什么名字吗 有 你看 八弯 八大碗 我们宴席就叫八大碗 哦 宴席就叫八大碗 八大碗是由八道凉菜 八道主菜 四道素菜组成的宴席 而吃这道席 还有一个特殊的规矩 第三道主菜 丸子上菜之前 必须完成一个仪式 走喽 丸子也叫圆子 取的就是一个团团圆圆的寓意 宴席在八弯吃八大碗 上丸子之前 这个仪式是什么呢 绑鞭炮 我点了 天哪 虽然是夏天啊 吃个八大碗 你看这儿 生生吃出了过年的味道 走了 吃菜去啊 走走走走 黄守心一家 就住在客房的楼上 吃完八大碗 夜幕渐渐降临 他的儿子建议我们 出门去看看萤火虫 这边有吗 那边有很多的 这一闪一闪的就是吗 过来看 过来看 来来来 我们看到了萤火虫 这个 小小的虫子 这是它吗 这是它 它怎么那么小呢 哎呀它还在亮呢 你看一看 还在亮 看看 看到了吗 它在亮 看得到吗 看得到它肚子 肚子的后面在亮 是吗 它对它呼吸 它一呼吸就亮 你看 它一直在踏 不要飞哦 啊飞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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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手里的瓶子在一闪一闪的吗 作为一个北方平原长大的孩子 我很少很少很少见到萤火虫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萤火虫 却让我一次就看到了那么多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除了激动就是激动 而且这种装在小瓶子里的感觉太浪漫了 整个瓶子就一直在闪啊闪啊闪啊 来啦你看我拿起来发宝 你看看 什么东西 发宝 这也是我 哎呦 我已经也是 抓手吧 抓手 这是南瓜叶 你拿南瓜叶干嘛 我看你们抓萤火虫 引起了童年的记忆 童年的记忆 什么记忆啊 我小时候也是 没有瓶子啊 没有这个瓶子啊 就是这个装啊 装哪啊 就在管子里面 南瓜叶是空心的 这个萤火虫呢 让它钻到这个南瓜叶里面 它会在这里面发光 在这儿在这儿 对吧 你看看 你看看这位置 黑影呢 看它的位置 不来天堂寨风景区 不来八湾农家乐 谁能享受得到 黄老板小时候 能享受到这种乐趣呢 哎真好玩 虽然有些舍不得 但是这些小萤火虫呢 被我抓来 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掉 与娃娃鱼一样 萤火虫也属于 对环境敏感的生物 也再次证明了 天堂寨八湾村 优良的生态环境 统一品牌后的八湾农家乐 游客络绎不绝 现在他们不再发愁客源的问题 年收入也比以往大大增加 咱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都住在这个团队 我们一共来的是500个人 他这个老板的服务台 就在外面都洗好 挺不错 还有他的民伏的城市 不错 还很可惜 对对对 这河南人的第一感觉 你喜不喜欢这儿 你觉得这个村子都漂亮不漂亮 这个野做的好 这一年里40万差不多 里面的百分之五十 我们好在那里 我们农家乐的 有一部分菜 都是我们农家自种的 所以不计入成本 不计入成本 天堂寨目前不仅是一个 5A级的风景区 它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称呼 更是让记者好奇不已 天堂寨风景区 是安徽省省级的旅游扶贫试验区 这旅游怎么扶贫呢 郭总 因为旅游 我们现在天堂寨的客流 一年相近120万人次 这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比如说我们景区 现在有一万两千个床位 这床位大部分都是 是我们老百姓开展的农家乐 所提供的 因此这么多的游客 在那里吃住 包括购物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他们现在开展农家乐的农户 连存护菌收入 都在20万以上 定量是个非常可观的素质 草原宝贝多 所有用的水都是用泉水 食材新奇特 这样才是最正宗的 都是天然的绿色的 手货建设美丽生态家园 优质草场48万亩 占到全县总面积的60%以上 茫茫草原生出真金白银 在两个月 能买15060万 敬请关注下期的生财有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